好,接下来我们勾一下这个草莓 还是拿主体颜色的线 留一点线头 和刚才那个小花的起针方式是一样的 左手小手指绕一圈 穿过手心,食指上面带过来 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的部分 留十几厘米左右就可以 这个地方捏紧之后 用线头在中指上绕一圈 然后两条线交叉的地方用拇指捏紧 右手拿勾针 勾朝向自己 在手指上这个线圈里面入针 入针之后 把左手食指这根线勾过来 然后勾针放在食指上这根线的上方 这样绕一圈 把食指上的线勾过来 这就是环形起针的起针方式 起好针之后 我们接着要在手指上这个线圈里面 勾六个短针 刚才勾那个小花的时候是勾了五个短针 现在勾草莓要勾六个 方法是一样的 勾针 入针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调整个线圈 完全的调起来就可以了 入针之后 带线过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 拖过来 这是一个短针 这是一个短针 扣一下记号扣 然后我们一共要勾六个 调这两根线 完全入针 一定要把这两根线完全调起来 入针之后 带线过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 拖过来 这是第二个了 接着 入针 带线过来 绕线 拖过来 这是三个了 下一个 入针 带线过来 绕线 拖过来 下一个 入针 带线过来 绕线 拖过来 入针 带线过来 绕线 拖过来 我们数一下侧面 记号扣上 这是第一个 二三四五六 刚好是六个小V字形 也就是六个短针 完成了 把最后一针挑大 然后把整个的这个线圈 取下来 我们 起针的时候 绕了一圈嘛 所以直接给它 收紧就可以了 直接拉线头 收紧就行 用力的拉 用力收紧 收到我们最后 这个地方没有缝隙为止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勾针 回到最后一针里面去 勾针回去 我们在最后这一个短针上面 也扣一下记号扣吧 好 六个短针完成之后 在第一针里面引拔 调小V字形入针 入针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头 勾草莓的时候 把这个线头 入针之后 就把它拿到勾针上方 压住 因为我们是第一圈 是起的一圈 是那个可能会松 那个线头可能会松 这样压几针就可以了 入针之后 线头压住 然后带线过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把左边线圈 拖到右边线圈里面来 然后引拔针拉紧 引拔完成之后 第一圈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 同样还是先立一个辫子针 作为起立针 绕线 拖过来 第二圈的规律呢 是隔一针加一针 也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样为一组 一共要勾三组 首先我们在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针 调整个小V字形入针 入针之后 我们把线头拿在勾针上方压住 第一针这个位置 因为引拔的时候拉得比较紧 可能会看不太清楚 大家勾的时候一定慢一些 不要漏掉这一针 线头压住之后呢 带线过来 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然后我们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了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里面 调小V字形入针 把线头拿过来压住 第二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好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样为一组 勾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第二组一共要勾三组 下一组 入针 线头压住 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目 入针 线头压住 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短针的勾法我们在勾那个包身的时候已经用过了 所以这边呢就不再详细说了 接下来下一针目 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针目里面是一个加针 我们记号扣取下来 最后一个针目 一个加针 那个线头压上三四针之后就可以了 不用管它了 入针 勾完最后一个短针 好 我们后面这个线头给它剪掉吧 剪掉的这些线头先不要扔 剪掉的这些线头我们先都留着 最后用它来填充这个草莓就可以了 第二圈的最后一个短针上面再扣一下记号扣 我们第二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一共勾了三组 勾完之后呢 这一圈是九针 我们自己数一下 侧边九个小V字形 确定针数没有问题之后 在第一针里面引拔 入针 带线过来 拖过来 接下来第三圈 还是先里一个辫子针 接下来第三圈的规律呢 是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种双数加针的情况呢 我们把第一组先拆开 也就是本来是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我们来演示一下 刚才引拔的这个针目 也就是第一针里面 先勾一个短针 挂一下记号扣 然后第二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一个加针 我们刚刚说把第一组 拆开 就正常的应该是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现在我们勾了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然后从第二组开始呢 我们正常的勾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接下来下一针目里面 一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里面 第二个短针 两个短针完成之后呢 接着下一个针目里面 是一个加针 这是第二组 接下来第三组 一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目 一个加针 我们第三组 格二加一的这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还剩下最后一个针目 在最后这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在最后一针上面再扣一下记号扣 好 接着我们在第一针里面引拔 勾针 入针 带线过来 拖过来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把第一组的时候拆开了 拆了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现在我们最后一个位置 又勾了一个短针 引拔完成之后呢 连起来就刚好是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就是一组完整的加针了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 第四圈 第四圈的规律呢 是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首先 立一个辫子针 作为起立针 隔三加一的这种 就是隔单数针加针的 三 隔三加一 隔五加一 这种呢 我们就正常勾就可以了 第一组不用拆开 入针 先勾第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短针 前面三个针目 各勾了一个短针 第四个针目里面 是一个加针 这样就是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组 一共要勾三组 接下来第二组 一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三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完成之后 下一针目是一个加针 把记号扣取下来 接下来第三组 接下来第三组了 一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三个短针 最后这个针目是一个加针 把记号扣取下来 最后一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再扣一下记号扣 然后引拔就可以了 第四圈 我们第四圈勾完之后呢 一共是15针 15个小V字形 大家自己数一下 在第一针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另一个辩子针 作为下一圈的高度 接下来勾第五圈 第五圈的规律是 隔四针加一针 还是遇到双处针了 我们把第一组分开 隔四加一 我们把第一组给它拆成 隔二加一 也就是说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记号扣挂上 第二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现在是两个短针了 然后第三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第一组 接下来从第二组开始 完整的勾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三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四个短针 四个短针完成之后 下一针目是一个加针 好 这是第二组 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 第三组 也是一个完整的 隔四加一 一个短针 下一针目 下一针目 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三个短针 下一针目 第四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目 一个加针 第三组 隔四加一的短针 勾完之后呢 还剩下最后两个针目 我们各勾一个短针 一个 最后这个记号扣里面 这是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勾完之后 再把记号扣给它扣上 好了 然后和第一针引拔 这样我们刚才最后勾的 两个短针 和最开始的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连接起来 就是完整的一组加针了 接下来开始勾第六圈 第六圈开始 是隔一针 减一针 首先先立一个辫子针 记号扣取下来 第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扣再扣回去 我们这一圈开始减针 减针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勾减针 看一下啊 整个小V字形 我们不挑整个的小V字形 我们挑它外面的一根线 然后再下一针的这一根线 看一下 先挑一根线入针 然后再挑下个针目的一根线 都是挑外面这一根线 入针之后 把线 食指上的线带过来 穿过前面这两个线圈啊 把两个线圈都给它穿过来 现在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 一次性脱过 这是一个减针 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这样为一组 接下来开始第二组 先勾一个短针 短针就是正常的挑小V字形入针 一个短针 接下来是一个减针 先挑一根线 再挑下一针目的一根线 带线 穿过这两个线 然后再绕线 拖过来 这是减针 接着 下一针目 这个地方是已经挑过一根线的 这是下一针目 一个短针 然后减针 挑一根线 再挑 再挑它一根线 带线 拖过来 绕线 拖过来 这是减针 好 接着下一组 先一个短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减针 然后减针 挑一根线 再挑一根线 带线 过来 然后绕线 拖过来 下一组 先一个短针 接下来 接下来 一个减针 然后最后一组 一个短针 减针 最后这个针目 接条扣取下来 调一根线 带线 拖过来 好 最后这个减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在上面这个小V字形这里 再挂一下 好 这一圈就完成了 我们在第一针里面 银拔 银针 带线过来 拖过来 好 接下来最后一圈 绕线 先立一个辫子针 最后一圈呢 就完全是减针 完全是减针 一共六个减针 记号扣 取下来 第一针里面 再调一根线 入针 然后 下一针目 再调一根线 入针 带线 拖过前面这两根 绕线 拖过来 接下来第二个 调一根线 入针 再调下一根线 入针 绕线 绕线 带过来 绕线 绕线 带过来 这是第二个简针了 接着下一个 入针 下一针目 再入针 带线 过来 绕线 拖过来 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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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过来 绕线 接下一针目 入针 再入针 绕线 拖过来 绕线 拖过来 然后剩下最后了 最后两个针目了 刚好是一个减针 把记号扣先取下来 入针 再入针 绕线 拖过来 绕线 拖过来 最后这个剪针勾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最后一针先挑大 先不引拔 现在我们看一下 留的这个口 我们先给它填充一些线头进去 就刚才我们剪下来的这些线头 给它填进去 好 线头如果刚才剪的那些线头肯定是不够的 然后大家可以用这个白色的线 正常情况下 这个白色线会剩很多的 像我这个剩了很多 大家剪一些这个白色的线 剪成一段一段的线头 给它填充进去就可以 好 填充好之后呢 我们勾针再回到最后一针里面去 回去之后 在第一针里面引拔 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在第一针里面引拔 入针 带线过来 拖过来 好 引拔针拉紧 然后把线头挑大 把最后这个线圈挑大之后 我们留上十几厘米的线头 拉过来 线拉过来 好 就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这个草莓还是不够饱满的话 可以再加一些线头进去 但是也不要不要塞的太满了 弄的如果太紧实的话 待会我们缝叶子就不太好缝了 把这个线头穿上手缝针 我们藏一下 穿上手缝针之后 我们看一下 最上面这个地方剪针完成之后呢 其实还是有一点缝隙的 我们可以用针来给它收一下口 纸条上面这个小V字形上面这一根线 也就是外面这一根线 每个针目上面调它一根线 好 然后 再下一针目 下一针目 每个针目里面调一根线 然后最后一拉 这个上面这个口就收紧了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线头 可以在上面先这样穿一下 穿几针之后呢 穿几针之后 我们就 在这个整个草莓里面再穿几针 藏一下线就可以了 任意地方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呢 还从这个地方再穿回去 然后从其他地方再穿过来 因为我里面填充的有那个线头 所以在里面这样随便的穿几针之后 线就跟其他的线 这个线头就跟其他线搅在一起了 它就不会脱线 好 这样来回穿几针就行了 多余的线剪掉 剪掉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断线的这个地方 如果漏着的话 给它戳进去 这样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缝一下叶子 哪一段绿色的线 对折之后有20厘米 对折之后20厘米 也就是说一共40厘米就够了 穿上手缝针 穿好之后 我们看一下 两个线头对齐 线头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脱线了 散开了也没有关系 对齐了就行 不用打结 对齐就可以了 然后草莓最上面 就是我们最后收口的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那个 勾减针的地方是不太平整的 然后最开始的起针的地方呢 非常的平整 这个是最上面 从最中心 我们收口的最中心这个位置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呢 在第三圈里面穿出来 从上往下属第三圈 这个是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圈 第二圈 第三圈 第三圈和第四圈 中间这个缝隙里面 在这个缝隙里面穿出来 从这个缝隙里面穿出来 然后线 然后线头在外面留一部分 不要都穿进去了 有一部分 这样拿着 这根线是这样的 好 然后我们再从最中心这个地方穿进去 然后从对面 从这个地方 刚才这个线 它的对面 这个地方穿出来 还是第三圈和第四圈 这个缝隙里面 它们出针的这个 这个位置是一样的 都是在同一圈里面 从这儿出来之后 再从这边 对称的位置出来 可以把这两个线先理顺了 按住 拉过去 好 这样就是一片叶子了 然后继续 从这儿穿进去之后 两个叶子中间 这个部分再穿出来 还是先把这个叶子里顺了 捏住 拖过来 好 接着最后一片 从这儿穿进去 从对面穿出来 然后把叶子里顺 好 现在最后一片叶子了 把这个线先弄顺了 最后一片叶子了 我们针从这儿 入针之后呢 从任意一个地方 从草莓的其他地方穿出来 任意一个地方穿出来就可以 把这个线里顺 拉紧 好 这样 这个线头先不管 我们四片叶子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呢 还是像刚才那个藏线头的方法一样 把它在草莓里面 随意的穿几针 从哪个地方出来的 就还从这个地方再穿回去 再从其他的地方穿出来 好 多穿几针 这样就可以把线在里面固定住了 穿几针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断掉就可以了 断线的时候把这个线稍微拉紧一些 剪掉 然后线头塞进去 最上面顶部这个叶子 也是剪掉 把线头塞进去 好 这样一颗草莓就完成了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一共要勾六颗这样的草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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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